央视春晚最具号召力的男星,吴京,成龙,周杰伦不如他。 一哥这个词在娱乐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,比如何炯和汪涵谁是湖南卫视一哥,岳云鹏和郭麒麟谁是德云社一哥,华晨宇和欧豪谁是天鱼一哥。 今年的央视春晚,有50多个当红明星参与,年龄最大的是86岁的杨绍华,最小的是4岁的小鱼儿,沙翼的小儿子。 那到底谁是央视春晚一哥呢?吴京,成龙和周杰伦的呼声最高。 如果从全球的影响力来看,成龙当选春晚一哥没有悬念,但成龙毕竟是一个影视演员,唱歌都是对口型,当选春晚一哥,有点受之不武。 周杰伦是今年央视春晚里最成功,最有知名度的歌手,虽然他也是假唱,但唱功是毋庸置疑的。 唱的这首告白气球也是当晚最有传潮度的歌曲,这就是明星效应。 2017年,吴京凭借《战狼2》的表现成为各大板会的香波波,如果春晚一哥只是表彰2017年取得最大成就的人,那吴京实至名归。 只可惜吴京和成龙合唱歌曲《中国》,彼此都分流了。 北京青梅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,知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,其实你们还忘了一个候选人,那就是61岁的冯拱。 成龙代表影视演员,吴京代表导演,周杰伦代表歌手,冯拱代表喜剧演员。 冯拱在今年的央视春晚,和贾旭明、曹隋峰、侯林林共同表演了一个群口相声《我爱诗词》,这已经是冯拱第32次上央视春晚了。 央视春晚和其他晚会相比,最大的资源优势在哪里? 不是歌手,看顶尖的歌手可以看跨年演唱会,也不是演员,看演员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。 而是相声和小品,每年的央视春晚,都能聚集全国最顶尖的笑心和喜剧作品。 冯拱,攀长江,蔡明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,而冯拱连续32次央视春晚,还不能当春晚一哥吗? 一哥这个词在娱乐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,比如何炯和汪涵谁是湖南卫视一哥,月云鹏和郭麒麟谁是德云社一哥,华晨宇和欧豪谁是天鱼一哥。 今年的央视春晚,有50多个当红明星参与,年龄最大的是86岁的杨绍华,最小的是4岁的小鱼儿,沙翼的小儿子。 那到底谁是央视春晚一哥呢? 吴京,成龙和周杰伦的呼声最高。 如果从全球的影响力来看,成龙当选春晚一哥没有悬念,但成龙毕竟是一个影视演员,唱歌都是对口型,当选春晚一哥,有点胜之不武。 周杰伦是今年央视春晚一哥,最有知名度的歌手,虽然他也是假唱,但唱功是毋庸置疑的。 唱的这首《告白气球》也是当晚最有传潮度的歌曲,这就是明星效应。 2017年,吴京凭借《战狼2》的表现成为各大板会的香波波,如果春晚一哥只是表彰2017年取得最大成就的人,那吴京实至名归。 只可惜吴京和成龙合唱歌曲《中国》,彼此都分流了。 北京青梅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,知名于平仁吴清宫指出,其实你们还忘了一个候选人,那就是61岁的冯拱。 成龙代表影视演员,吴京代表导演,周杰伦代表歌手,冯拱代表喜剧演员。 冯拱在今年的央视春晚,和贾旭明、曹隋峰、侯林林共同表演了一个群口相声吻爱诗词,这已经是冯拱第32次上央视春晚了。 央视春晚和其他晚会相比,最大的资源优势在哪里?不是歌手。 看顶尖的歌手可以看跨年演唱会,也不是演员,看演员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。 而是相声和小品。 每年的央视春晚,都能聚集全国最顶尖的孝星和喜剧作品。 冯拱,攀长江,蔡明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,而冯拱连续32次央视春晚,还不能当春晚一哥吗? 你13 satellites 2018年。 leş去电影 dumbbell。